南海某海域南部战区海军某登陆舰支队正在组织立体投送演练 在习主席一年多前曾登舰视察的两栖攻击舰海南舰飞行甲板上 数架直升机搭载多名海军陆战队员迅速升空 采取超低空突防的方式向敌纵深地与机架 纪念力 建筑部阻 纪念力 建筑部阻 与此同时 物舱尾门和尾跳板打开 多艘气垫艇快速出雾 急速向敌岸滩破浪突袭 一场立体登陆演习打响 从传统的登陆舰到综合登陆舰 再到两栖攻击舰 随着作战平台的不断升级 也牵引着作战理念和作战样式的不断更新 现如今 像这样的协动演练已经成为常态 我们很多官兵都深切地感受到 曾经的梦想已经照进现实 梦想照进现实是该支队官兵最强烈的共鸣 2013年4月9号 习主席登临视察支队井冈山舰 勉励官兵牢记强军目标 努力把个人理想抱负融入强军梦 习主席的嘱托 点燃了官兵驾大舰闯大洋的深蓝梦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习主席的破坏下 人民海军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这个支队的官兵见证了人民海军 两栖心智作战力量的更新换代 见证着梦想照进现实的难忘瞬间 海南舰机电部门舱段区队长张义成 正是圆梦的官兵代表 2013年4月9号 习主席登临视察井冈山舰 张义成作为该舰实任舱段班长 尽力感受了习主席关怀 这些年他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 苦练本领 一步步成长为一名素质全面 能力过硬的骨干 我当兵22年了 曾在猎潜艇 坦克登陆舰 综合登陆舰上服役过 见证了海军的发展壮大 当得知 接装国产新型两栖攻击舰室 我内心非常的激动 2019年 在选拔优秀官兵 接装国产两栖攻击舰时 井冈山舰全体官兵纷纷请战 一大批优秀官兵 同张义成一起 来到我军首艘 国产两栖攻击舰海南舰 接收这样的一艘巨舰 我们没有任何经验 可以借鉴和遵循 面对这么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 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决心 宁可通知生命 绝不辜负使命 烈日下 甲板温度高达60多度 和赵作育一样 全舰官兵夜以继日 望我的投入接装工作 官兵们加班加点学资料 摸装备 熟悉战备 练成了数据一口清 流程一点通 设备一摸准 仅用一年多时间 就顺利完成 首搜两栖攻击舰 接装入列任务 两年来 我们一直与时间赛跑 与困难斗争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尽快形成战斗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主席对海军建设 关怀备置 寄予厚望 并做出一系列战略部署 该支队全体官兵 牢记习主席重托 苦练打赢能力 加快推进 新制两栖作战力量能力形成 近年来 他们先后完成了 远海兵力作作 战备巡逻 亚丁湾护航 赴汤家运送救灾物资等任务 在深海大洋中 书写强军星军的精彩华章 向海图强 奋级逐浪 站在历史新的更高起点 我们必将以更强烈的使命感 责任感和紧迫感 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 铭记领袖嘱托 使至奋斗强军 努力建设一支 能战 善战的 两栖先锋近旅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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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 好 感谢观看